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这大半年来的台北股市 其实有一个对投资人来讲很难的地方 就是它都会领先反应 它会领先反应的盘面 赏户通常是看到当天 今天强啊或者是今天弱 可是你如果不能领先一步 你就会变得很难做 所以未来的台北股市 都必须要领先那么一点点 领先市场 前天我们已经谈到 美国股市要重返2030点 去扭转危机 礼拜五其实我已经讲到了 它是可以做得到 昨天它回到2030点 打下去拉起来 需要再接再利 昨天晚上真的再接再利 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我昨天已经有比到了 昨天我就说它至少要来到这个位置 昨天至少要到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其实这样就好 什么叫这样就好 那个扭转危机的过程 它是要时间 所以它只要有能力 它的能力是在于 不是美国股市现在要涨多少 是它能够在那个扭转的位置 能够有多少的能量 能够有多少的能量去累积 那个以后的行情才会大 所以美国股市到昨天晚上 突破2030到2070够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足够我们去做判断了 而事实上呢 在昨天以前我已经谈到了 大陆股市根本就不甩它 大陆股市根本不管英国公投 所以大陆股市未来会走自己的路 我讲的未来是我会提醒大家 你不要乱做 我很少最近很少去谈大陆股市 是因为你不用每天去看它 等我告诉您大陆股市 什么时候可以去看的时候 你再看就好了 那因为散户现在还是偏空偏短 所以指数它是嘎空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散户还是偏空 不然就是偏短 所以昨天涨 今天在涨 那么今天涨的时候 我要讲这个部分 什么叫大处左眼 小处左手 今天在美国股市上涨的情况之下 它当然要收过这小小的压力 我们昨天讲的电子股347 这小小的压力当然要收过 然后在美国股市上涨的情况之下 相对于8593 当然要收过 然后它更完整的是完整 因为这个65块一直没收过 不管是公投前或公投之后 那这个吊诡的地方 它今天也把它收过去了 这个才是正常的 如果台湾50一直这个65都不收过去 那是很吊诡的 那是很不正常的 但是它今天收过去了 台湾50收过了65 那接下来 拉回是找买点 是没有错 那为什么要拉回找买点 因为它还是一个防守盘 今天盘中你如果有时间去看 它都是现货在带动 并不是期货在带动 不管是摩台台子期 电子期 都是现货先带 现货先涨 再去拉期货 所以它不是一个攻击 你不要看涨说涨 防守盘不是不能买股票 我们还是要买股票 但是你必须要更注意那个价位 更注意更注意的每一个细节 更注意的每一个小地方 什么叫大处左眼 小处左手 这个也是一个小地方 那这个小地方 我在用一档股票做说明 这个就是小地方 小地方下来上去 就是在150块这个地方 昨天拉到155 当天昨天就打下来 这是昨天 这昨天没有收上去 还收下来 这个就是小地方 那这个小地方 那这个小地方没收过去 你就要注意 不是只有看支撑 支撑它还可以做短线 有啊 你这个短线 你也从140 150看到155啊 但是昨天到155 为什么打下来 是因为这个中线的位置 你不要把短线做成波段 不要把波段做成短线 这是我们前天谈到的 就是这些小地方 就是这些你不经意 你会忽略掉 但是那个都是钱 你忽略掉的地方 其实往往都是一笔大钱 而不是小钱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 其实要做什么怎么做 我都有所准备 那投资人 在未来几个月 甚至于未来一年 你会有一个问题是 你现在看涨去追涨 你可能买到一个反弹 我讲个股了 个别股你可能买到一个反弹 然后它又跌 可是你如果好好去找一档股票 它有一个涨倍数 波段的一个能力 那时间一脱长 过了三个月六个月 你所看到的结果 会完全不一样 可是不要等到看到结果 等到看到我哪一天 又跟你比较 你买这个涨一倍 买这个跌多少 这样来回一差又差多少 那个都事后来讲 事后来讲对各位帮助并不大 所以我要事先提醒大家 你现在具不具备一个操作的模型 未来你能够说赚一倍两倍三倍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型 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 我们举实际的例子来说 这种股票有没有人买 有啊 这不是有人买吗 都买在这个地方 其实从它一下来 我就说任何反弹都是卖点 任何反弹都是卖点 任何反弹都是卖点 不要说我没有讲哦 可是散户买在这里 它现在还是在这里 你买的再多 它还是在这里 可是你买这一点点 有时候它涨一下 你很高兴 可是你完全副略的 从67到37这一段 你反而忘记了 这一段你都容易麻痹 可是短线上的波动 你倒是很在意 这就是一般的投资人 容易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再谈一个今天 投资朋友问到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短线 你说强还是弱 短线不弱了 大家都会看 这股票短线不弱嘛 短线强嘛 那这个短线强 你看得到别人看得到 整个市场都看得到 可是为什么到最后的结果 有人会赢 有人会输 是因为 你还是忽略掉了 从53块到21块 这个地方赚一点点 你很高兴 可是这里赔再多 你反而不在意 这个才是重点 这样子 它要经过多少时间 才会扭转这个趋势 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一定要把那个标准抓出来 那这些标准不难 也许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都会 那我现在也不是只有请大家说 你有时间去看一下 我们的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讲的 除了这个最基本的 你应该要会的东西之外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讲的是 真正会赚大钱的操作模型 不是只有研究涨跌 研究涨跌到最后不会赚钱 不要再浪费时间 只有研究真正的操作模型 你才能够赚大钱 可是为了要讲这个操作模型 我总是没有办法在电视当中讲 因为电视节目只有二十几分钟 我为了跟你讲一个真正波段的操作模型 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现在 内行人都知道 这个要花成本 我花了很多成本 这跟你过去看到的线上影音不一样 你们现在看到的网路的影音都是 把电视台的录影带拿去再重播一次 这个叫网路影音 我要送给各位的不是这个东西 你电视上你在电视上看就好了 电视上有电视上看的内容 我要把你过去的电视上看不到的 你在别的老师也看不到的 你一定要讲得出来 我一定要讲得出来 做什么 怎么做 为什么 做什么怎么做 为什么 电视上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所以必须要在另外开辟一个 线上的影音 在这个地方讲 可是内行的人一定知道 这个有成本 有人数的限制 只要人数一多 它的平宽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一定有人数 一定有人数的控管 内行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人数的控管 你一定要先跟我们的服务人员登记 你是谁 你需要的资料 我才能够送给你 你未来应该要看到的 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条道路 你电视看再多看再久 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 你从早看到完都一样 可是我要给各位的是 我们不要讲太多的理论 只有三个东西 我们准备做什么 怎么做为什么 那这个 它一定有人数的限制 所以你现在就要在广告之后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直接预约 直接做登记 因为有些资料我必须要教你 怎么去做操作 什么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再谈 我们在做什么 现在在做什么 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这几天盘面的结构 大家再看一下 第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股 这几天的强势 大家都会看 2409的友达 这几天的强势 大家都会看 这里也会强势 这里也有强势过 所以你在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怎么进一步的 去决定 要不要做 那群创来说 从19块到9块 这个现你已经看很多很多遍了 从各种不同的股票 这样子是不会直接上去的 所以最近你看到他强势 他还有22万多张的融资 他有融资还有将近23万张 所以 这种量还是不够 友达上一次我已经跟他谈过了 9块钱以下就有人把他拉起来 9块钱9块钱以下 那拉上来之后今天到10块9.5 代表说友达 他波段的危机 已经解除了 那波段的危机解除 剩下就是你怎么去看 他接下来 怎么去找到支撑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位置一样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强势股 包括DRAM 包括面板 包括太阳能 包括今天涨的太阳能 包括前几天涨的LED 各位我们发现 这几天涨的就叫做四大产业 DRAM面板 太阳能LED 那听到这里你会觉得说 怎么都涨这个落后的股票 是不是不太好 那我讲我的看法 这个落后的结构在涨 从DRAM面板太阳能到LED 至少它还是电子股内部的轮涨 比结构转变还好 至少它不是跑到忽然 跑到金融股 跑到传产股 如果这个资金是跑到金融股 跑到传产股 那这个结构的改变 跟每一次在8800一点拉回 过去这半年多以来 每一次的拉回都有关系 每一次都是在高档 也不能讲高档 都是在电子金融传产 突然间轮替转变的时候 那个结构转变的时候 它才拉回来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仍然在电子股里面做轮涨 所以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的 今天6月30号 今天半年报结账 做账之后 接下来要看的 很多人会说叫回归基本面 没有什么基本面 不要讲什么回归基本面 它会回到个别股的目的 什么叫个别股的目的 以4746台要来说 这个超长的波段 从77块到今天108块 如果这一段你都忍不住 那后面什么叫超长的波段 就不要说下一次还有买点 下一次的买点我都已经讲了 你如果每天看节目都知道 下一次的买点我都已经事先预告了 所以这个超长的波段 你怎么找下一次的买点 这个是在半年报作账之后 更重要的一个议题 还有 这股票一直在涨 下半年的目的 这未来也有一个操作的模型 下半年最重要的是一种目的 就是要现金增资 这个是去年8月 去年8、9、10、11、12 去年下半年你知道这个个别的目的 为了跟海外筹资40亿台币 从400涨到770 402涨到773 是不是在去年下半年发生的 是啊 我有没有讲 有啊 那你如果不去买在去年下半年的 太阳能的硕核 你去买到人家 目的完成之后的硕核 你就从770跌到400多 就又跌回来400多啊 所以你做哪一段很重要 不是哪一档股票的问题 同一档股票 同一个时间点 同一个价位 你可能赚钱 也可能赔钱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间点的问题 所以下半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个别股的目的 这个股票我们也会进行另外一个操作的模型的演练 因为除息看结构不要看指数 结构我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提醒 因为除息指数本来就会减少 所以你看到现在8700 8600 877 其实过了两个月 它的指数本来就已经减少了 要看结构 而这个结构里面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台光电跟华星科 我都在节目当中预告过 我也跟我们会员朋友预告过 可是我们为什么去选择台光电 我们为什么后来是选择台光电 而不是选择华星科 这有原因啊 为什么我是选择台光电 不是选择华星科 为什么我是买台光电不是买华星科 这个原因你如果要我在电视当中讲 我可能要讲20分钟讲不完 而我也可以10分钟讲完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未来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买台光电不是买华星科 这个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 我就要请各位到线上的影音去看 你在今天以前明天中午以前 你都成为我们最优先赠送的名单 因为那个一定有人数的限制 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讲的 我就必须要放到未来的线上影音当中 你就会更清楚 为什么是买这个不是买那个 那你还是要去会员专属的分析附路去看 成长的轨道你怎么做出来 这成长的轨道是很清楚 然后剩下的是骨架的位置 那这个骨架的位置您都看过了 只是怕你会忘记了 然后你现在要知道的是进一步 为什么这里画一个圈圈 然后这个圈圈它真的有进来 它是不是真的有进来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100块下面 99、98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在99、98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又进来 进来以后现在呢看一下 这个短线下来进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又拉上去了 进来上去是不是在你事先的规划当中 是 那为什么 做什么怎么做 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我又要在电视当中 又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为什么吗 所以这些的为什么 为什么它到这里它又上去 这个为什么 就是必须要请各位电视剧情人观众朋友 你现在要成为我们会员朋友之前 你要知道 接下来你能够享受到什么样 别人做不到的服务 别人做不到的服务 我可以跟大家讲别人做不到的服务 可是这却又是很重要的 各位知道吗 它又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只有经过这个过程 除了做什么怎么做 还要知道为什么 你未来才有自己独立作战的能力 而这个独立作战的能力 是很多投资人 你现在目前所缺乏的 未来一定会有大涨的股票 未来大涨的股票 它一定集中在筹码集中的个股 目前是它筹码集中 所以它涨这一段 你把它卖掉去买它 三千万买一档有什么不对 三千万买一档 那什么时候去买它 等它做完嘛 它什么时候会做完 超长的波段 所以神龙明年 明年 这个都已经事先 我都可以跟大家事先讲的 可是各位 要成就一个股票市场的财富 那个财富的工程 它是非常的浩大的 财富的工程 如果你连这一段都忍不住 那么就不要讲说 后面要做什么 这一段你都忍不住 成大事者 个性是最大的因素 你要成就股票市场的财富 也是因为个性的因素 各位好好想这个问题 那这些个性的因素 你只能从方法去改变 而这个方法的改变 过去你看不懂的 不清楚的 不会的 我以后就是放在影音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 我可以看到你 你可以看到我 你可以现场发问 你现场发问 我可以现场回答 你也可以事先发问 我现场回答 就跟我们每个礼拜 到外面去做演讲会 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就是别人做不到的服务 因为这个别人做不到的服务里面 我们还要做到一点 未来你一定要知道 在节目当中 你看任何节目 你都学不到做不到的 操作的模型 我要说的是操作的模型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但是却是赚大钱最后的一条路 然后要从每一个细节当中 为什么去做价位的设计 这些都必须要从 我现在要送给各位的 今天最后一天的 线上影音里面 你去得到 希望你打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做预约 时间关系服在这个地方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